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啊 衡水那边的一个村 二府村 村民集资5600万建这么一个博物馆 你还别说这个博物馆在当地那是被评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但我觉得这还真是可以教育大家这么来认识我们这国 说这博物馆有什么特点呢 这家博物馆还是以瓷器为主 也是您的强项 瓷器为主 但是这个青花我记得马先生很感兴趣 但是您见过这个炎帝制造的青花 说炎黄子孙嘛 炎帝制造的这个青花人物文观 皇帝也造了 说五彩苗金人物文大观 皇帝年制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这个照片啊 你想这是这个水果水果的这是青乾隆 标注为青代啊 乾隆粉彩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大明红武右里红龙文大玉湖春平 然后下面呢 这个五彩人物叙事魁口盘 这是唐代的 唐代的 然后再下面呢 在下面这这叫魁口魁口盘吧 上面画的是什么呢 三英占赵云 他应该是三英占吕布嘛 三英占赵云 然后再下面还有什么 这个是男扮女装偷什么番茄缸还是什么的 然后这下边这是商朝的 在在下边是商朝的 商朝的这个生肖啊 这个 还有什么呢 大清雍正年制的这个坟彩金灵十二差 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大三米高的汉代的五彩常敬平 这都有 所以这个马先生看了是一乐吗 是一乐 我这个 这个去年的时候 大概在去年的8月份的时候呢 我看到一个报道 我就写过一篇小文 然后呢 写这小文说那报道上呢 因为我还说了那书记一句 那书记是说你没见过的国宝多了 他上了就说 我说呢 这个 你呢 这个有一个国宝不稀奇 稀奇的是所有的国宝都在你 这事就有点稀奇了 对不对 我说这是辩证法 不是宿论 宿命啊 你就说我运气好 撞着一个国宝 这不是没可能的 有可能 谁都有这个呢 他这里头呢 全都超越历史框架 我老说历史是有框架的 你冲出去了就是一个错误 你按照今天人的高科技的 或者你今天接受的这样大量的海量信息的情况下 涅造的那些东西 你不要认为历史上一定怎么就不可能出现呢 他上来一定要这么问你 这种造成这样子的博物馆哪都有 不是就这一家 全国哪都有 他是真正相信还是说弄就完了 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就死信 死信这事 有一种人呢 他自己是不信的 你比如我见过有这样的人 他满屋都是挂着跟领导的合影 是吧 那声势也巨大 但是他永远不去宣传 为什么呢 一宣传就成这事了 明白了吧 你看他这么大一事 他里头从眼底开始 对吧 历超历大的东西 好东西他全有了 他为什么不做宣传呢 他非得弄出一个负面的呢 就是他宣传就肯定有问题嘛 所以各地这类东西多了 你想他这个博物馆在他这个村是谁办的呢 当这个支书 当了50多年的这个村支书 这什么书记能当五多呢 对 人就采访说你这博物馆里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就说拍卖会上去买 太贵了 说这东西没多少钱就收回来了 不是村民自个儿征集的 开这么一博物馆 我是说拿这个做个引子是说一个什么事 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们今天爱的这个国很多方面有点就叫什么呢 明眼人都不用说了 不成体统 不用明眼人 不成体统了 就已经这个就跟陈教授最近他的一个观点也有关系 他说这个不成体统到一个什么呢 说话也不成体统了 大学校长讲话也不成体统 所以说这个都是串着说的 你知道咱们曾经有一阵挺火 是哪个科技大学的校长 学生们都亲切的把他叫做根书 花宗科大 对 在毕业演说上边就叫发明了一种根书体 然后这学生叫好欢迎一下就火了 火了之后很多别的大学校长在毕业演说上也是尽情发挥 纷纷用网络语言 但是他就写文章批评这些校长 这个怎么讲 其实是2000年 2010年的时候 花宗科技大学的校长 他出来以后因为影响很大 他的特点是把世论人民日报的世论体 加上文艺青年的那个渲染 这样最后一部分最出彩的是当年的网络语言 日门的网络语言加进来 然后第二年是2011年的时候 很多校长就模仿 因为你可以想象说在那个场合里面 大家都学生拼命鼓掌 老师也好高兴 然后说掌声有几十次经久不息 所以校长很高兴 第二年很多校长都模仿 所以我其实是我在谈别的专业问题 我停下来专门写一篇文章 就讲那个大学校长的典礼的支持 我说其实大学毕业典礼 没必要变成歌星的演唱会 校长不是节目主持人 没必要来讨好所有的学生 当校长能把打酱油啊 你骂行你啊 这一年的所有的热门的网络语言 放到你的大学演讲的支持里面的时候 这是不成体统的 到底校长定位在什么地方 如何来面对几千个即将走出校园的 特别激动的那些年轻学者们 跟他们讲什么 讲教训又太正经了 讲勉励又有点不贴 又祝贺那两句话就说完 而且每年都有毕业生啊 所以每年都有毕业生 每年的校长应该讲什么 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那个华中科大的校长 肯定是秘书给他出的主意 变一个法则 一下子就轰动 轰动以后 很多校长紧跟以后就 你会发现一个 我说的大学校长讲话 变成没大没小 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 我明白了 他像是这样 就是做一个公众讲演 是非常难的一个事 尤其作为大学的校长 大学生都是人尖子 你有一点讲的不好 他别就起哄 但是我觉得 如果非要去讲体统 那就对大学的校长 提出要求太高 为什么呢 就是第一 我们首先是大学校长 他不可能都在一个层面上 就是他的能力 是吧 第二呢 就是您刚才讲了一句 他每年都要讲 这个事很麻烦 你要是你要到一大学 当五年校长 让你讲这五个制词 你要要讲的每个都精彩 每个都不一样 还挺难 所以他简编一行的方法 就是把当年的这点新鲜事 交出来一说 这不就热闹了吗 不是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 中国现在就是个 不成体统的社会 就礼崩乐坏 然后呢 但是好的地方 就是个性自由 是吧 但是问题还有啊 就一弄就弄成一大俗 你即便是这个根书 这出来了 你看接下来啊 一六大学校长毕业演讲 你可以他们给我找的这些摘录 我就听的 像华中理工大学 有个叫李源源的 开始讲什么 就是这个 这些年从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到欣赏陈奕迅的浮夸 你们变得了深沉 从信春歌不挂科 到拜凤姐儿得自信 你们学会了自嘲 然后你看这下边还有一个 这个成都什么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院长 这个陈俊明 说 真心希望你们 做人敢想敢说 敢于执笔 敢爱敢恨 敢哭敢笑 敢于放屁 见一时路见不平 一声吼 吼完独自往前走 受辱时 我自横刀向天笑 笑完之后去睡觉 这都比较华松气 这个华松气 咱们听一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多重身份的神秘 叠对叠的地下世界 吸引世人好奇眼光 回顾新中国成立前 显为人居的情报大案 潜伏 一连十击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张开语音乐 张开语音 往陌生的方向前进 看见世界 看见人群 I see you 你的眼界 可以转动世界 长容航空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 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 苏之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 就是太太乐 苏之仙 陈教授讲的这个 实际上我觉得说的是什么 这个体统 你好比我在英国社会 美国社会 我还看到 他这种比较稳定的社会 一直下来 他是很有体统的 很多中国发生的事情 那里都不会 所谓体统 一个简单讲 就是那好像还是个 有身份的社会 就是人都是有身份的 然后什么样的身份的人 说什么样的身份的话 但是呢 这从另一个角度 甚至这当年 被我们的一些青年人认为 这太虚伪了 最腐朽的就是这种东西 可是今天似乎又到了 另一个极端 这校长带着女学生去开房 这都什么事 前两天还看见一个新闻 一校长说是这个生殖器没了 可以说是在办公室 上班时间办办公室 这个新闻都没法报 说是被女秦扎工 刺伤生殖器 你都不知道这个校长 就说你看今天的这个社会没有 他没有一个行为规范了吧 你这个说的太离谱了 这样的 你把好多问题 把好多问题给搅在一起 比如说他法律上犯罪 应该是政府来管 法律就是制裁 对对对 那个表达不清楚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对 然后说话不得体 反正你把好几个东西 弄在一起后 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咱就说最不违法的 就是说什么身份的人 说什么身份的话 其实我跟你讲 孔子的这一套 他就是讲究 从这开始的 一切都是从这开始 就是比如说 你一开始 如果是一个校长 一个教授 什么身份的人 穿什么身份的衣服 行什么身份的礼 说什么身份的话 一直到最后 你这个人做人 你看孔子的逻辑就是 一切礼崩乐坏 也是从这开始 对吧 这个人最后能发展到 女学生坐在腿上 大概是不是 也是从最早 从这开始 我觉得你这又开始 又又又触及到 陈教授说的 你给弄乱了 你现在是这样 这个表达也是 对 你很混乱 很混乱 现在说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 所有的社会的行进的方式 都是一样的 就第一要建立等级制度 因为没有等级 就社会就没法进步 对不对 等级是什么 简单的说是台阶 一个台阶比一个台阶高 那么你往高处走 你就要上一个等级 那我们的社会 确实说 百年以来的 这个等级的破坏 比较厉害 就是谁都可以蔑视人 就是今天中国最低层的人 可以蔑视最上层的人 就随便蔑视 而且那么平层就不能说了 或者他自以为是平层 比如很多人就说 你不就是北大的吗 他认为我跟北大就是平层的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说话 对不对 过去一说北大的 北大的在门口绕一下 都觉得光荣的时候 你不可能去蔑视这里的人 那么这里呢 过去呢 他一个是被人尊重 还一个是自重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点是自重 这个信号是在社会中非常重要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传达出来的社会的 尽管是被放大的 个案 个案是被放大的 对 贵校的那个老师 答应那女学生上 前两年还做过那个节目 答应那女学生去上学 最后没上成 不给人家钱 人家就就就就就就 最后把事情闹得很不堪收拾 那么这都是大学老师 包括音乐学院的老师是怎么着怎么着 弄学生的说你给我多少钱 你还得跟陪着我睡 要不然你的论文过不去 这都是公诸于世的 尽管这些都是个案 尽管我们也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 但百姓不这么认为 百姓只是说这个阶层出问题了 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如此丑陋的现象出现 我们今天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教育系统 中国全社会都出问题 不是单一的 陈教授 可以说所有的 不不不 就像那个前面那个什么孟陶元 大家说起来说 你有这样的论述 所以他们告诉我说 应该校长系主任院长 应该来告他等等 等于是现在这种全程判断 任何一个行业 其实我们都能有找到这一类的问题 问题是现在大家心目中的 为人师表的那个状态没有了 大家对师的尊敬没有了 他对大学的要求是高的 对于一般人来能做的事情 本来当老师的不应该做 可是现在我们没有了 我们那个整个阶层 我们说大家对旧师这个职业 小学就是大学就是 这个职业本身的信任感受到了迫害 破坏这是很让人伤感的事情 但是因为现在媒体的发达 导致任何一个事情都可能被放大 对 特别多 对这是一个问题 而你刚才 我想拉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演讲应该怎么讲 其实是我说的是日常生活要不要跟典礼分开 我们知道日常生活我们都已经 我的那个年代是希望说一以贯之 日常生活的讲话和上课的讲话和典礼上的讲话 应该是一样的 以前我们是这么考虑问题 而我们今天会特别强调把典礼的仪式感突出出来 你不能每天都穿那个衣服 比如说结婚的仪式上 你不能整天穿婚纱 但是人的一辈子需要某些特定的时刻 是需要留下永远的记忆的 大学毕业典礼也是这个意思 它没有办法哪枪哪吊 整天那么生活那么端着是不可能的 可是一辈子如果是全都是一个节奏 那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典礼和日常生活 或者说仪式感对于人的一生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才能知道 我才会说 为什么大学毕业典礼上 校长的训辞 即使是老生长堂也值得 而校长的训辞 不应该变成日常生活的流天 你这个讲的其实就是礼 就是为什么当年孔子兴礼教 就是这个礼 其实这也是咱们今天社会 特别有少的东西 而且媒体包括商业的发达 之后教师包括校长 或者这些有尊严的人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确实也在发生了变化 你比如说他现在很有很大程度上 说句不好听的词 就是他也希望向学生们献媚 就是讨好教授也得讨好学生 你知道中国古人过去讲究什么 说是有句话 我在那天听谁说 只有来学 没有网交的 就是说你是求学 好不容易三三五月寻找到一个名师 是这个状态 不是没有网交 哪有我上你家去跟你交 但是今天的关系你看 是都已经变成 把三平经济带进来以后 我是买 买你的服务 对对对 像百货商场一样 买服务 买这门客 然后一门客多少钱 这样的来考虑问题的话 整个的就义的状态就发生 你说说的那个变化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师到尊严 是吧 你比如大学典礼 我们就沿着这个陈教授的话说 他仪式感很重要 那么仪式感中校以大学老师的 会不会校长的讲话就变得非常重要 即便老生常谈也必须非常有力量 这个讲演本身是一门功课 我想起一个讲演来 是谁呢 就里根 里根总统他最后一个卸直讲演 感人至深 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说呢 我今天是我最后一次通过电视 向全国人民讲话了 我告诉大家 上来就告诉 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患上老年痴呆症 他上来就先说这个事 说呢 比我更不幸的是谁呢 是我的妻子南希 我会逐渐的不认识他 但是他认识我 你知道他的痛苦要超过我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他最后说呢 就是他中间又说了一段 就是感谢美国人民 给了我这样一个 为你们执政的机会 说的也非常亲近 最后一句落在什么上呢 他说我会一天一天坏下去 但美国会一天一天好起来 就是人家的讲演 你想想我这个 就听一遍 能记住大概的梗概 可见感人至深 就是他作为一国总统 他讲话是有力量的 是有这个脉络的 非常清晰 他把一个惨不忍睹的事 按理说您一个美国总统 换上老年痴呆 让我们觉得是一个悲哀的事 讲得非常感人 那么我觉得这就是力量 这就不是老生常谈了 他就不可能说 我再跟你讲一套现成的词 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对于大学的校长来说呢 应该去多看看这样优秀的讲演 知道我们每年跟学生去说什么话 其实那个 今年我今年看了几个不错 就是复旦的杨毅良秀长 和那个南开的公寓 还有我看了那个武汉大学的秀长的也不错 就开始在调整那个状态 前几年那个一味的讨好学生 讨好事都没了 那个逐渐逐渐被反过来 大家意识到那个潮流会逐渐逐渐过去 但是能不能写像你这样所说的 能感人 而且甚至能传得下去的 那个演讲稿是很难的 其实有一个问题 大家没想到的 就现在绝大部分的秀长是理科出身 他们的演讲 有的人自己就能写 有的人自己就能讲 那好多人是需要秘书的 而我现在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民国年间的 重要的大学的大秘书都是教授 关键时刻到今天为止 台湾的中研演技院和台湾大学都是这样 大秘书是教授 关键的典礼的纸笔是教授 中文大学也是 香港中文大学也是这样的 英文的中文的 著名的教授有这个义务 是关键时刻 你必须替校长写一个漂亮的东西出来 而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教授已经跟这个行政关系脱节了 我们现在是两半 就是校长办公室和单位办公室 他们的秘书 他们是一个专业性的秘书来写作 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贴近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因为他们都年纪比较轻 学问不太好 但是他贴近青年学生 所以我相信这些年的那种发重取种的问题 是从那里出来的 而当时有一个问题 我说到这个问题 我自己也很惭愧 就是有教授现在愿意给校长们写文章吗 我们的体制是出现这个问题 你们需要我给你们写 当然以后校长能请你来给他写一个 那个好好的大学低业 一天坏下去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安全舒适 同时洗澡洗碗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其实我理解他的意思 还是说演讲当然是一门艺术 永远就没有上限的 其实我理解他说的意思还包含一种什么 至少不要失了底线 这个底线是什么 有的时候不是什么精彩不精彩的问题 哪怕不精彩 有些礼仪实际是一种重复 你看我去剑桥大学 他们跟我讲 就比如说学生毕业的时候 我现在都忘了 他有一个什么教堂 一套重复的礼仪 好像是总是有一个老校长 还是老教授 谁拉着谁的手 还是怎么样 几百年重复 要叫我们看整个这一套枯燥之极 包括讲的话 甚至也许校长年年都讲一样的话 但是你想起那种西方人结婚的时候 神父讲的那个话 那不都是重复吗 那一样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你们是否愿意怎么怎么 怎么不嫌闷呢 他有的时候所谓的这种文化或者礼仪 其实就在于一种重复 不是 仪式本来就是重复的 如果创造不能重复 仪式一定要重复 没有重复是没有力量 没办法凝固下来 没办法积淀下来的 所以仪式感本身就是重复的 只不过是 你必须意识到一点 大众传媒发达以后 尤其是直播 以后导致一个问题 观众看是每年都一样的 当事人只有一次 他重复对于当事人是不重复的 你做一个博士 你上来领那个博士证书 校长帮你拨一下税子 再拨一下手 这个程度是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但是对于一个 比如学校里面 从大学硕士博士到本科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没有拍成录像放出来是重复的 对 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的情况 对 所以我说 你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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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